我拥抱着爱 当从梦中醒来 你执着的等待 老姐 你们能借我点钱吗 我手机钱包都被偷了 是你钱啊 这刚好有一百 不打算打车回去的 想要吗 想的没 我告诉你 现在像你这种骗子都去了 大 下班了 大哥 怎么了姑娘 大哥你能借我点钱吗 我手机钱包都被偷了 你能借我点钱吗 我这回家路费也没有了 姑娘 这确实怪可怜的 怎么那么不小心 大哥 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我就在那边上学呢 我有钱我肯定还给您 您就只有点钱吧 不行 哥哥 下班了不回去干嘛呢 经理 这姑娘说她钱包手机都被偷了 怪可怜的 现在回家 连车费都没有 我就想着 要不要我给她点钱 给什么钱呢 这都是骗子 这我都见多了 兄弟这万一是真的呢 我 哪有那么多万一啊 这就是骗子 这让骗你这种老实人 大哥 我真没骗人 我就在那边上学呢 我真是走投无路了 大哥你就借我点钱吧 她说她是学生 你都信了 她学生证有吗 啊 赏学的 这种人跟你说你都别信 这就骗你这种老实人 你给她钱立马找不着人了都 经理 我看她不像骗子 一个姑娘家的在这 多危险呢 再说 我挺 看她挺可怜的 姑娘 我一个农民工 身上 没多少钱 你借给她了啊 这破事啊 你说你既然你后悔 反正我就不管了 我走了 那你挣的钱容易吗 哎呀 姑娘 我身上 就只有两百块钱了 也不多 不知道够不够 就先拿着吧 真是太谢谢大哥了 没事 如果 你是骗我的 你就全当 来个教训 但我希望是真的 这个姑娘 挺可怜的 我该就算做了膳事吧 大哥 大哥 我回到家以后 我肯定把钱给您 大哥 我 我真没骗人 我走得急 学生证也没带 刚刚那大哥 他也不相信我 可是我是真没带钱 这 这我现在 也没手机 大哥 这我这还有纸跟笔 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吧 这回到家以后 我肯定把钱还给您 姑娘 这都不必了 这不就什么大忙 小事 小事 大哥 你就写一下吧 我回去以后 肯定把钱还给您 那行吧 行 姑娘 你这有车费了 没有 我就说吧 那就是个骗子 你还不信 经理 别这么说 觉得人家姑娘挺可怜的 可怜什么要可怜 走吧 咱俩喝点酒去 我给你传说传说这种防骗的经验 不拉不拉 谢谢经理了 可以自己坐点车的就行 行了 那我先走了 行行行 唉 没事 就两百块钱 小事 这姑娘没事就行 应该不是骗我的 今天可真累啊 好久不给花椒水 都败了 行 谁呀 哎 这怎么有六百块钱呢 还有一条短信 大哥 您好 我是昨天丢手机的小姑娘 我给您转的六百块钱 是我还您的钱 唉 我知道 您只借了我二百块钱 可是 这二百块钱 让我回了家 也让我感受到了社会对我的温暖 剩下的钱 就当请您吃饭了 感谢一下 你这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对我的帮助 大哥 在遇到你之前 我也遇到了很多人 可是 他们都不相信我 他们都说我是骗子 我也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我是个学生 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大哥 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是你 让我感受到了社会对我的温暖 也是你 让我有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谢谢你大哥 唉 这姑娘 没事就行 我给了她两百块 我转了六百 就说嘛 实际上 哪有那么多骗子 如果人人都怀着一个感恩的心 乐于助人 这世界 就变得特别温暖 特别有爱了 老婆在家呢 刚才你咱妈出去逛街去了 出来拿什么呀 给妈买了衣服 看看怎么样 我赶紧听话看的 是吧 妈 哎呀 买着衣服花了多少钱呀 十八块钱 可便宜了 十八块钱 陆德纲 就买个破衣服花十八块钱 怎么着 那钱大宫挂来呢 不是 我这月薪两万 给妈买着衣服怎么了 你从哪来那么多钱 我告诉你 陆德纲 你就为了给这破老菜婆 买个衣服 你就花十八块钱 陆德纲 这真的你不想过了吧 儿媳妇儿 这 我儿子她是看天下雨了 看我没衣服穿 我来这边住 所以才买的 这十八也不贵 要不然 妈把钱给你就是 给 拿什么给呀 一个破老太婆 在这白吃白喝的 花我钱 买个衣服花十八块钱 十八块钱 过在家买两个饭了 够了吗 啊 我把你娶过来 就是这样对我妈的吗 怎么着 太高老太婆又没工作 每天就着在这 家务活都不做 你没有妈是吗 啊 我就给妈买件衣服 天冷啊 给她买个外套 你这还给我 在这吵吵闹到半天 啊 玛丽 你是不是做的有点过分了 陆德纲 我过分 我告诉你陆德纲 你那工资 要不是我每天给你保存着 你太夸光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每天出去 胡天九地的 还有咱妈 在这白吃白喝 退休金也不给我 怎么着 当咱家傻 你老冤呢 我花天九地 我不才来 我宠船 才有本子 船尔 在这下 没有什么 我才会 拿出来 不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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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高我错了 玛丽 现在说什么都管了 真的 咱俩咱们俩不合适 你呢就赶快收拾收拾东西 咱们明天去民政局 把离婚手续给办了 好句好算 这么多年我也忍够了 一律欠了你 和你呢 一而再而三的 认为我和我妈 你觉得你让妻子 做得合格了吗 老高 我都跟你认错了 你别跟鼻子上脸 行 我跟鼻子上脸 是我配不上您行了吗 什么也别说了 你走了之后 我觉得我还能遇到更好的 可我就一个妈 我还没让她想不想够呢 你走吧 这婚一定的 妈 什么也别说了 快收拾这东西 走吧 卢德哥 你还有点吵心吗 咱们每次查的都是因为这炮炮太炮 你再说一遍试试 现在你觉得还要跟着她离婚 我就是要我离婚 快走 行 你跟你妈过去吧 妈 没事 以后我会给你找一个更孝顺的儿媳妇的 这些年让你收回去了 都怪妈 你说 怎么能怪人呢 等一会儿我再给你买几家好衣服 妈带个好卸着吧 我去给你做点饭吃 我去做点饭子 我去做点饭子 老板 你怎么能怪人呢 你自己说